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高丽颖和他的娱乐圈同僚杨幂一样 正是冠军离婚了 声明很长 但重点不是很多 主要是一些客气话 差不多就是说二人虽已分手结束婚姻关系 但是今后依旧会和平相处一起抚养孩子巴拉巴拉 微薄崩得如月而至 但对于大部分吃瓜群众而言 虽然这两个前段时间才靠着否认离婚上热搜 但鉴于杨幂刘凯威那是诸愈在前 加上皮查否认怀孕的事情 也历历在目 所以很多人对这对的散伙 貌似都不觉得意外 婚礼还没补半就离婚冷静期的坎都迈了过去 看起来颇是让人唏嘘 但话说回来 赵冯的分岛扬镳 赢家也不是没有 比如71小时前才官圈巡演的汪峰 就在一次坐实了自己娱乐圈白草库的名号 以及那个拉了一堆couple拍宣传照的倒头玩意 HM双方表面上还维持着体面 但对于粉丝而言 却是如释重负 超话论坛溜一圈 除了呼吁空评 就是庆祝抽奖 完全一副苦姐夫久矣的架势 那阵仗 据说隔壁流失失粉丝都馋哭了 不过虽然粉丝看不上 但是冯绍峰和赵丽颖这两个 当初的确也是填过的 就像唐僧取经之前 历经9981难事的 这两个结婚之前 也是否认了无数次 只不过最后 赵丽颖和冯绍峰 还是在2018年10月16号赵丽颖生日 10点07分10月7月冯绍峰生日 公布了喜讯 两个红本本 一张结婚照 跟当年官宣之前就爆出的那两个红本本一毛一样 而后来刺年3月的预产期 虽然被当事人又是体差否认 又是内涵大家吃了猪水瓜 但官宣结婚5个月后 就蹦出来的孩子 还是坐实了先上车后补票的爆料 现在是相看两盛宴的苦大仇深 但纵观两人的感情线 也算是玄机重重 最初可以追溯到16年 两人一起拍女儿国的时候 不仅线上互动频繁 欠下也是说走就走 只是那辉尔电影上映在即 又有小沈阳历史的眼泪在场掩护 很多网友都以为他俩是为电影炒撕 没有在意 可慢慢的事情就变得微妙了起来 先是2017年1月21日 在《成风阔浪》发布会上 媒体问赵丽颖准备带谁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 邓超居然脱口而出带你男朋友去接着 赵丽颖又在宣传电影的时候 发了这样三幅图看上去很正常对吧 但图三里的那只狗是 韩寒电影后会无期里冯绍峰怀里的狗 所以回过头来想想 彭丽颜和韩寒的留言是不是突然看出了别的意思 不过那时候两人的关系确实还处在捕风捉影的阶段 直到2017两人又被新浪娱乐报处 N次穿情女装约会 入住同一家酒店等等 要知道那会儿两人的星期还没开机 所以又是约会又是穿情女装 还入住一家酒店同入同出的 真相应该只有一个吧 不过这两个人虽然身体一点不必闲 但嘴上却是一直不承认 别问 问就是垃圾狗仔捕风捉影 然而真的是捕风捉影吗 两个月后 也就是2017年9月21日 媒体再次拍到在一起了 而这一次 是赵丽颖被拍到去冯绍峰家过夜 有意思的是 这件事情媒体是当年9月8日拍到的 到9月21日才放出来 不知道赵丽颖是不是时候发现被狗仔拍了 9月17日的时候 他发了一条近人事 知天命的微博图里的台词 是郭敬明在幻城里用过的 我颠倒了我的世界 只为摆正你的倒影 还是秦深深与萌萌冯绍峰 到了2018年 可能是已经决定结婚了 就开始各种被偶遇 两人先是在北京和网友擦肩而过 之后又被网友撞见 在苏美岛四季酒店公共泳池旁牵手散步 再后来两人又被拍到同回冯绍峰公寓 举止亲密 而在之后发生了什么大家也都知道了 赵丽颖被曝出停工怀孕 他劈叉辟谣 月底两人两次被拍到牵手逛街 第一次的时候因为没有正面照被粉丝否决 仅仅过五天正面照就来了 除此以外 冬绍峰在节目中询问 求婚钻戒有什么讲究 提到了赵丽颖的生日 港媒报道两人凤子成婚 已经于9月1号在上海领证的同时 网络上爆出了两人的结婚证 而之后的故事大家应该也就都知道了 没多久 赵丽颖宣布和经纪人解除合作 本以为这两个终于能安身过日子了 结果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承认了恋情 但是没两天这两个就开始传离婚去了 从二人婚礼一直以女生不开二的理由 迟迟往后推背怀疑感情并不融洽 到赵丽颖亲离微博 以及看起来颇为离谱的家暴行婚 都让吃瓜群众觉得这对不正常 除此以外 还有被冯绍峰方面发欲诗涵否认 但赵丽颖很久都没表态的出轨女网红传言 然而感情问题说到底不过那回事 真正让粉丝心疼的还是在后来 传出了赵丽颖产后抑郁的消息 这话还是冯绍峰自己说的 而除了说老婆产后状态不佳 冯绍峰888爆出来的也不止这些 比如半推半就的诉苦自己连戒指都没有 比如西子捧心眉毛微醋的说 自己不知道赵丽颖爱不爱她 不过摩登君觉得赵丽颖应该是爱她的 因为根据时间倒推上个月18号 就是差不多已经开始冷静期的时候 这对钱鸳鸯还携手告了说他俩离婚的网友 说是造谣 让人家赔了七千 相当的路易同心 回头看这两位纠纠纠缠缠的四五年 明明也不是靠流量的爱豆 但做的事却一直是颇为别扭 传结婚 辟谣 然后结了 传怀孕匹叉 然后生了 传离婚 打官司 然后离了 明明只是看个新闻的网友 就成了当事人嘴里的注水瓜爱好者 但是实际上呢 大家是一定要去关心她的私生活吗 说到底 谈衰一点大家都会理解甚至祝福的事 却一次又一次的用回旋标示的澄清来刮擦大家的好感 在事情出现后去埋怨别人爱吃猪水瓜 你说何必呢 对于赵丽颖而言 一路从配角走来 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以后能怎么样 实际上还是要看她自己 只希望未来能坦率地拥抱现实 面对生活 希望给大家带来过很多作品的她 未来照顾好自己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祝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